通胀降温美股大牛市要来了吗 特斯拉还会继续再创新高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周董洁栏目 我是专录 首次观看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收看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讲解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市场出现了疯狂的状态 在上半年结束 纳指累计涨幅超过31% 苹果市值突破3万亿大关 特斯拉已经飙升了超过110% 很多机构和组织预测 很有可能未来的七大巨头 包括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麦达、英伟达和特斯拉 在未来两年至少年均增长15% 而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日线图 最新的走势 在本周五直接跳空大涨 并且继续走出上升结构的数字2 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前面的黄太极高点 但是已经非常靠近前高 一旦能够在下周快速突破这个前高 那将是非常强势的表现 之前的直播我们重点强调过 如果一个超级牛市 可以出现一些短暂的回调 但真正的牛市一般三周内必创新高 而目前的走势显然还没有达到三周 所以市场仍然很牛 同时这一次的黄太极信号 以及黑洞出现后 纳指只是有一天 略微低于时间黑洞的低点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 本轮回调都没有跌破红利进出的黄线 可见市场有多么强 而根据红利进出目前的位置正好是掉进白色带子 再次启动 这是踏雪寻眉之后的快速拉升 而如果这个缺口在未来的两到三天内 没有立即会被 而周五的这个缺口 如果在未来两到三天内没有立即回补 将会是强势的突破型缺口 让我们对七月的走势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周线图 本周的周蜡烛 跟前面两根周线的蜡烛 形成了汉堡形态 并且吃掉了上周的黄太极 这是十分强势的表现 我们之前谈到过 如果周线的走势一直很强 我们绝对可以向上继续期待之前的重要阻力位 例如图中的这个重要的周K线不断反弹 冲击的阻力位 大概是14500点关口 相信在七月份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看到这个点位 再来看纳指的月线图 之前我们讲过 整个去年从一月到九月形成了下降结构9 而今年从一月到六月完整的走出了上升潜在结构9 目前是6 所以很有可能我们今年大概率在九月份就会出现9 而且如果是真的超级牛市 那么到了9也有可能不跌 反而继续向上冲击 这跟目前的美国经济看上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有很大关系 如果能够加上明年大选的预期 我们确实可以期待一个特别强的超级牛市 已经开始向我们走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的日线图 图中很明显 拜五的跳空比纳指强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收盘超过了前高 所以通过标普500的创新高超过黄太极 确实可以认为这轮的启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确实可以继续去期待一个很牛的七月 因为之前是纳指强于标普 而本周五的走势绝对是标普强于纳指 由于指数的轮番带动也说明了市场的普涨行情开始慢慢出现 这都是牛市正在发展壮大的表现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红利进出进行低吸高抛 每当股价或者配线掉进白色袋子 再次启动突破白线时绝佳的短线买入机会 而之前在震荡事实标普500指数很弱 只是出现一个结构9就立即大跌 而目前我们整个的上升途中也只有一次出现完整的上升结构9 所以本次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出现第二个上升结构9呢 让我们在7月份拭目以待 同时标普500的周线图上升结构已经走到了7 完全有可能在7月份出现9 同时向上观察我们重要的周线阻力位 也是重要的配线高点位置大概是4600点 我们需要重点注意 同时如果结合变盘日历7月份的几个重要变盘点 其中7月7号是小鼠 7月18号是螺旋立法 而7月25号是大鼠的延后变盘点 那么我希望大家在7月份重点关注的是7月尾的变盘点 因为7月尾7月后半段 一般来说很多公司应该开始已经爆出最新的上半年业绩 所以容易产生一些转折和变盘 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上涨热力地图 特斯拉累积上涨2.02% 达马逊0.8% 奈飞3.88% Facebook跌0.61% 谷歌跌2.16% AMD涨3.54% 潜在上升结构9 之前我们一直谈到 目前是确认上升结构的4 如果能够出现9 就会到达今年11月份 而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发现 月线上特斯拉一共出现几次经典的上升结构9 第一次是2012年11月大选月出现1 然后一直涨到9 随后继续冲高震荡 同样的4年之后 2016年的12月大选月之后的第一个月出现了上升结构1 也就是牛市反转 然后持续上涨 达到9 开始震荡下跌 然后2019年9月明显不是大选年 却提前出现牛市反转1 并且完成了最终的上升结构9 而真正到了第二年大选之后 又开始了继续的上升 一直涨到后面的最高点 而本次今年显然不是大选年 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本次的上涨 跟上一次大选一样 那就是大选年的前一年就开始启动 而大选年也许会更猛 所以让我们把美股准备好 期待一下明年的大选牛市行情到来 再来看一下特斯拉周线的大三浪 之前我们谈到过多次 它的周线已经来到7 大概率会走出9 只需要两周时间 有的人可能认为6和7很像天地双剑 唯一的问题是7的蜡烛有点大 而二浪的回调 正正好好在50%止住 现在开始要冲击161.8% 这个位置是289附近 我相信在接下来两周 这个位置的压力和阻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比例 能否冲到200个巴仙这个点 也就是200% 这需要一段时间 也就是靠近330美金左右 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以及大师的配合 才可能达到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特斯拉日线图 很明显在经过了这一次的回调掉进袋子 受到支撑之后 股价再次来到白线之上 最近的走势都是小十字星 给人的感觉是并没有那么强 因为还没有冲破前高 而一旦冲破前高 将会真正的变成强者横强 目前是上升结构二刚刚出现 同时股价贴着白线向上运行 是比较安全稳健的 下面的六彩神龙红柱 还没有超过紫线 一再我们发现能够创新高 红柱超过紫线 绝对是可以大胆 追进的 再来看一下英伟大的日线图 明显的强者横强 就再次出现了数字一 牛市价格反转 并且刚刚回到了白线之上 这是踏雪寻眉的经典买点 唯一不够强的是 红柱还没有上穿紫线 但是你可以看之前的多次的走势 都是掉进袋子再上白线 这都是短线的绝佳入场点 一旦涨起来冲高远离白线和袋子 可以短线卖出 同样是芯片股 AMD在最近出现了下降结构9之后 立即出现牛转1 现在是潜在的上升结构2 这是非常罕见的 原因很简单 之前我们直播讲过 6789 由于几乎以横摆为主 那么牛市价格1 是很容易出现的 我相信未来 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出现 强势阳线 突破重要的均线凝结区 半绝的红柱上穿紫线 那么下面的一到两周 我们有可能就迎来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左边的缺口位置 再次充当了重要支撑止跌的作用 相信当缺口遇到9的时候 并且下面神龙的资金给出确认时 它将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周总结内容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 待会儿 识ücke图